這個是我2003年開始創業的時候的產品 之前最剛開始是接網頁設計的案子 然後後來就是開始銷售 製作網頁完畢之後嘛 那客戶會想說那你的網站要擺在哪裡 那我們就必須繼續尋找虛擬主機來放置網站 可是當初虛擬主機的廠商沒有很多 然後台灣那時候好像也找不到比較好的 因為那時候蠻早的嘛 所以呢我們就自己架Linux的伺服器 那後來就銷售Linux伺服器 但是這個網頁是後來2009年才有改版的 算是第二代的網頁了 第一代的已經找不到了 這個其實也算是舊網站 現在新的網站也不是長這樣 這個蠻久以前 這個還是Gimla 1.5版的你看 Gimla 那時候是用Gimla架設網站 2009年的時候 用Gimla架網站的人還不是很多 然後 嗯 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我以前架設網站的時候 有很多的流量 為什麼齁 就是 像 因為那時候沒有去買付費廣告 也沒有臉書啊 臉書也不 也還沒開始流行 因為2009年臉書的中文版才剛出來齁 所以臉書那個時候還沒有很流行 所以我們Color都是SEO SEO就是讓客戶來自動找你 在網路上很容易被搜尋到 那怎麼做呢 那時候這個技術文件 我在這邊就寫了總共48篇技術文件 那其實每一篇技術文件點進去 都有很詳細的說明文件齁 圖文的說明齁 告訴大家 像這個是 MySQL怎麼樣轉移 資料庫的記錄啊 每一個 FAQ都有寫在上面 還有FTP的 我們的產品的功能說明齁 都寫在這邊 都是圖文並茂的說明齁 那每一個 每一個FAQ Q&A都會 看得到點擊次數 這邊點擊次數 所以齁 我們按一下點擊次數 就照排序看看 FTP 中文變成亂買怎麼辦 你看 被點擊了9000多次 將近有萬次 所以為什麼 我會很鼓勵說 FAQ Q&A要多一點 在自己的網站上要多一點 最主要就是 其實它很容易被搜尋 因為 FAQ就是專門在幫客戶解決問題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們在搜尋引擎 會搜尋 都是針對自己發生的問題去搜尋 所以很多人會收到這些內容 所以進而點擊進來之後 這邊就會有點擊次數 那第二名的你看 如果查詢我的IP有沒有被列入網路黑名單 其實我們當初在賣的就是 電子郵件伺服器 那你在發送email的時候 如果被列入黑名單的話 那對方就不會去搜你的信 所以你要去看你自己架設伺服器 有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你看這個文章都是在2009年的時候寫的 2010年 2009年 都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這個網站已經架一段時間了 2009年的時候 第二版的網站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48篇技術文件 那每一篇你看最少點擊都1000多 1000多個人 人次來看 所以一個網站 你看這邊全部加起來 就有好幾萬 至少 至少好幾萬人來看過 然後左邊這邊還有 以前很久以前架的那個 粉絲團 都已經沒有在維護了 那 大概講一下我之前的經歷啦 就是公司簡介 看一下我的客戶群 這個就是以前 我們去安裝 我自己去安裝過的我才敢寫 因為有些是我去幫我們的經銷商安裝的 那個我就不方便寫出來 那這是我們自己銷售 自己去安裝 我自己親自過去的 像嘉義的嘉義縣警察局 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所 中央研究院的生意所 還有台北市立國立的教育資料管 這個也是我自己去安裝的 然後上市貴公司 像百資科技 天明之遙 順天堂藥廠 大慶證券 六府皇宮 百易電子 靈泰科技 偉聯科技 國票證券 雙鶴 雙鶴 雙鶴零支那家公司 太平洋自行車 這個我有去過 金蘭食品 台灣尼福路 大慶先生剛剛講過 南港輪胎 小模仿在台中 我還記得 安口食品 上市貴公司 然後比較著名的呢 海霸王 我也去安裝國 日立 日商華大林 然後台灣山陽節能也是 台灣山陽節能很久 2005年吧 金蘭科技 東聯光訓 立基企業 聖達物流 羅馬鋼石 羅馬磁鑽同屬集團 三藩之搖 月邦科技 新托紡織 課題國際網友 課題指銷 大家可能比較聽過吧 頂義印刷 也蠻大的 聖光科技 就是做那個 光筆 之前在參觀看得到 現在蠻流行的 就是 那個光筆碰一下 一本書 然後那個筆就會 直接講 念英文 的公司 做那個產品的公司 大成保險公司 居貫德科技 在桃園 立本臺灣聯合會計事務所 資群企業 比較聽過的 竹科 數碼坡 凌晨科技 玉邦信用管理股份公司 港上 維寶 這個在桃園 這個全部都是我自己去過的 自然通 這個也是 自然通 港上維寶都在桃園 等那個難看 積月電池 不曉得有沒有上市 忘記了 有轉光電 惠華電池 這比較大的企業 大概兩三百人吧 威輪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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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融國際旅行社等等 這些都是 都是從我2003年 到2010年左右 我去 那個 親自去安裝過的伺服器系統 包含架設網站 或者是電子郵件的伺服器系統 所以這個就是我以前的 從網路創業之後 實際銷售 而且實際跟 他們的MIS人員 或者是他們公司老闆 實際接洽 然後去 安裝機器 從網路上去銷售 然後進而跟他們 面談 然後再 安裝測試 最後再到收款 這些都是 之前的創業經驗 跟你分享一下